網羅天下趣事 搜尋萬種風情 修傑敏儀和你站在 精彩生活起跑線 早晨早晨 歡迎大家收聽由傑哥和敏儀主持的 精彩生活起跑線 傑哥早晨 敏儀早晨 各位聽眾早晨 時間真的很快 短短短已經到八月份了 八月份最值得我們關注的 日常生活當中吸引我們主力的 就是奧運會 最近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在電視上有三個台 都看到奧運 我覺得看不及太多的賽事 譬如這個台奧運的項目 我不喜歡看 我就轉到第二個台 第二個台不要看第三個台 簡直我覺得 差不多不用睡 你的電線都不錯 可以有這麼多個台 那個套餐你怎麼選擇 我都十分遺憾 一個台看到奧運 不過其實現在看到奧運的平台有很多 可以上網看 奧運最關注的是什麼 我這樣看 很多奧運的賽事很精彩 但是我會看到有很多 溫馨少少的場面 可以說 譬如說有選手贏 或者輸 他們的反應 令到我真的有些很感動 所謂的體育精神 其實我們看這些重大的比賽 我們每次講 都講過體育精神 之前我們講過歐洲杯 南美杯 我們都跟苓芸分享了 我們喜歡的球隊 都不喜歡的球隊 為什麼不喜歡呢 有些球隊有些球員 真的沒有什麼體育精神 所以 哪怕他的技術很強 你看到是不舒服 因為其實體育比賽 是一個競技比賽 帶給我們的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一定要支持哪個隊 哪個隊一定贏 哪個隊不贏的話 我們就去扔酒瓶 扔杯 其實我年輕有這樣的傾向 是嗎 年輕的時候 我們在中國大陸生活的時候 支持中國隊 藍竹 藍子足球 不過早三十年前 我已經放棄了 這個中國籃球足球 但是回過頭看 我們不應該 因為一個運動員 或者一個運動隊 他的勝負 是令到我們覺得 要用一些激烈的表達情緒方式 譬如說英國的足球流亡 全球出名 這是一種不值得我們去學的東西 但是這次奧運 給我看到很多很多令人感動 或者令人憤怒的一些事情 都關於體育精神的 譬如說很簡單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一場的乒乓球比賽 就是美國隊對羅馬尼亞 但美國隊的選手 都是一個亞裔的面孔 其實這次很多乒乓球也好 或者羽毛球也好 一向都是這樣的 代表美國隊那個 很多都是一些亞裔的面孔 世界上有幾樣運動 是叫做有中國軍團這家東西 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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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是在中國的二線球員移民之後 去到那個國家 就變成了那個國家的頂尖的球員 譬如說有一位46歲的 好像比利時還是哪裏的運動員 就是一個上海的一個大媽 46歲 他去到那個他移民之後 在那個國家生活 他都覺得我46歲 我都已經有了子女 生活又很安定 他的先生是一個醫生 我為什麼還要去打奧運呢 國家說不行 你是我們的國保 你不打呢 我們就有一個很大的損失 所以他46歲 都參加了這次奧運 還差一點進了八強 我看到祖孫對賽 他對一個韓國的乒乓球運動員 所以其實這些中國軍團 在這幾個體育項目裡面 是很經常見的 我剛剛講的那個乒乓球賽 就是一個亞裔面孔 不過是代表美國出戰 對這個羅馬尼亞的 羅馬尼亞的那個女生 其實我一看下去 覺得她挺漂亮的 即是吸精的 我一看 這個女生挺漂亮的 但是譬如說打比音球 一個運動員 她化妝了 帶了很多不同的飾物 耳環、頸鏈、手握 我就會覺得 做一個運動員 我會覺得有點怪 化妝了 但是漂亮的 起碼我看 這個乒乓球的選手挺漂亮的 但是她的球品是非常之差的 為什麼呢 我見她先領先後落後 可能領先的時候很開心 到落後開始慢慢 被對手打敗的時候 然後開始發脾氣 原來乒乓球都可以給黃牌 甚至紅牌 紅牌 為什麼呢 她輸球 她扔那個球 還有自己有發脾氣 在那邊摔手摔腳 我就聽到那個評論員 就說其實乒乓球都可以給黃牌 甚至紅牌 你說的是小兒科 是 有些運動員公開說粗口 是嗎 中國的乳乓球運動員 在落後情況下 對著鏡頭 對著麥克風 大聲說國馬 哦 深深的她還解釋 這個是我鼓舞士氣 我發音不准 大家都在問 你在說那兩隻字 如果你知道 你了解國語的人 都知道你在說什麼 在一個國際比賽裏面 在一個這麼高層次的對決當中 你居然在全世界觀眾面前 表現了一個中國運動員這樣的素質 有問題就是 其實她說粗口 我不覺得很奇怪 正如你說那個羅馬尼亞運動員 人有個性 這種個性可能是負面的 你剛才說那個羅馬尼亞運動員 我沒有看過 但是你一說 她給我第一個印象就是 其實她並不在乎她的體育水平 她在乎大家怎麼看她的硬直 所以她才要化妝 整身叮叮叮叮叮 又這樣又那樣 但是這個中國語無國運動員 你古武士氣 你可以喊很多東西 好像文革 以前喊毛主角萬歲 共產黨萬歲 你不需要在一個公眾場合 講粗口 還要時候用一些 這麼蒼白無力的東西去掩飾 所以你說運動員有個性 我們理解的 這個運動員 羅馬尼亞那個子只有26歲 而美國那個華裔選手就36歲 所以可能那個情緒 控制得比較好 36歲 所以羅馬尼亞那個 終於都輸了 但是我就看到所謂的體育精神 就一般 但是另一場賽事 你剛剛講到羽毛球 我看到另一場比賽 也上了新聞 因為我當時看現場 我也嚇一嚇 這個是美國的球員 但是也是懷孽面孔 美國的羽毛球選手 對中國的羽毛球選手 那麼打到第二局 第一局就是美國贏 第二局呢 他也是領先 就是形勢大好的 但是呢 因為他之前的腳跟那裡有些舊環 所以他傷及到舊環 他落地的時候可能扭一扭 但是不是扭 應該是根鍵斷了 所以就變成了他 一落地之後 他自己呆一呆 呆了一秒之後 他就坐在地上 然後又不能動 後來那些軍醫去 他的教練去 有人聽到他就說 斷了斷了 可能是他叫什麼 跟鍵斷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比賽 而我看到 他當然很傷心 在哭了 但是我看到 比較令我感人的場面 就是中國的選手 走過去嘗試去安慰美國選手 後來這個中國選手 也有受媒體訪問 接受 其實他不想用這樣的方式去贏 進級比賽 因為他希望自己是 以實力去取勝 他能夠進級是因為對手傷了 但是他都很不開心 他都在鏡頭面前流了眼淚 就是中國人有句話 叫做 密傷其類 吐死胡悲 每一個運動員 其實你都有機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看到對手是這樣 你當然不會因為你贏了這場比賽而開心 因為其實 第一 你勝之不武 是因為對方出了意外 第二 其實作為一個運動員 對自己的運動創傷 或者是運動的職勞所造成的一些舊患 其實大家最清楚 是 因為運動員要打到上奧運 這種世界級的比賽 其實他那個訓練的過程 和這個過程當中 他所受到的傷痛 其實困擾了很多人 是 包括今次美國那個著名的 非洲裔體操明星 曾經給大家覺得他是 美國體操的希望 但是他中途退出 其實這件事在美國發生了很多爭論 有些人覺得他光榮偉大 有些人覺得他不應該 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運動員 你用不需要用這些光榮偉大 或者什麼罪惡去言論他呢 他講得很簡單 他的心理出現了問題 是 我們中國人講高暑不勝寒 當你是一個有光環在頭頂 大家對你基於厚望的時候 你其實是心理壓力非常之大 你經常會想如果我輸怎麼辦 如果我失去了大家的這個 令大家失望怎麼辦 他如果之前做得越好 這次的壓力越大 很正常 他叫高處不勝寒 他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他可以發揮出來 有壓力他就發揮不出來 所以這次美國體操運動員退賽 我覺得大家平常心去看待 他告訴大家 我要關注我的心理健康 你應該同情他 在這麼大的壓力之下 所產生的問題是什麼 而不應該說 為什麼你沒有幫美國拿面金盤回來 真的不應該 因為始終都是 人家在比賽 你在旁觀而矣 沒錯 其實另外有一場比賽 我都看到人性的光輝那邊 我們休息一會兒 回來再分享這個故事 好啊 歡迎大家回來 《精彩生活起跑》 我們今天講的話題是有關奧運 你說你今次看奧運 你都看到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是什麼呢 是的 我在Facebook看到大家分享了這個故事 我真的覺得非常感人 真是人間有情的體育精神 可以這麼說 事源發生的是一個跑步的比賽 那肯尼亞的選手 那他呢 就因為衝線那一剎那 就誤會了那條線 以為呢 在衝線前面幾十米那條線 是終點 所以他呢 過了那條線之後 就站在那裡不動 以為是 就是騙贏嗎 以前我小時候比賽的時候 我記得 要拉一條真是線在那裡 是的 那些人壓線的 但現在因為有電子 去計量 他測到哪一個第一個碰到那條線 沒有那條線 反而令到那些選手 真是 叫什麼 不是很熟悉那個賽場 真的會有些誤解在那裡 就以為自己衝線 但事實上是沒有的 但在後面那個選手呢 就是一個西班牙的選手 那他見到前面這個肯尼亞的選手 停在那裡 其實他意識到他搞錯了 那他很有體育精神的在那裡喊他 繼續跑 繼續跑 一直在那裡喊 繼續跑 繼續跑 但因為他是講這個西班牙語 那這個肯尼亞的選手 不懂得聽了 那後來我相信 他都是令到他真的繼續跑的 那所以後來呢 記者就問這個西班牙的選手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其實你如果不需要這樣做 你就跑過了 他的責任而已 他自己誤解了而已 那你可以不叫他的 那這個選手就說 其實他就覺得自己要是一個榜樣 如果為了這個獎牌 而他硬做這些東西出來 他覺得不是一個 這個不是體育精神 對 完全不可以教導下一代的小孩 怎樣去看他做一個榜樣 當你看到一個人 因為他的誤解 犯了某種錯誤的時候 你是利用這個錯誤獲得自己的榮譽 還是要幫助別人解決錯誤 我覺得這個就是道德 因為他覺得這個獎牌 根本就是屬於那位肯尼亞選手 因為他從頭到尾都是他贏的 你沒有理由因為他一個誤解 自己去搶了他的獎牌 是的 而且他覺得獎牌是什麼呢 即是不代表一切 是的 其實獎牌明示真的不代表一切 參加這個奧運 其實是發揮自己的水平 能夠令到自己的水平 在賽斯多東指現出來 拿到金牌就金牌 拿到最後就是最後 即是這種所謂的奧運精神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奧運最早就是大家去用競技 去提高整體的運動水平 或者提高整體的數值 因為大家都知道奧運的法源是在古希臘 古希臘扮奧運 其實當時那個 因為經常社會環境動蕩 經常有戰爭 其實國家希望民眾利用這種方式 提高整體的運動水平 這個是目的 只不過一比賽就必有這個勝負 我們中國人有句話叫什麼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我們你寫手詩我寫手詩 誰寫的詩好一點 各有各的看法 但是如果是比武 一定是躺下那個輸了 站著那個贏了 體育比賽就是一樣 第一個過終點就是贏了 但是這種過終點贏了 不是最終目的 最終是大家要將自己的運動水平 將它展現出來 所以你這樣說 我很同意 因為我看另外一個街頭滑板 就是這個滑板比賽 你知道那個滑板 可以在那些扶手那裡滾下來 真是很厲害的 其中一個比賽項目 是的 年青人 我就是說美國的選手 我就覺得他真的很願意去參與這個比賽 因為從頭到尾 他都是似乎在後面的名次 即他真的不是做得很好 但是每一次他跌了在那裏 起身之後 他對著鏡頭是笑 還有是覺得 好東西我做了 但是雖然我做不到 但是他是開心的 我不是做得最 全世界最厲害的那個 但是我盡了你 是的 我真的覺得 這種的體育精神 令到我感動 講回體育精神 因為今次奧運 很多媒體 講回過去一個故事 是 這個故事 第一是令我非常之感動 第二在看過程當中 笑得我爬了在那裏 其實通常大家說 我今天很感動 都是一個悲情故事感動到來的 譬如你剛才說那個跟鍵斷了 對手過來安運他 而對手覺得說 我這樣贏 其實我一點都不開心 勝之不無 這個是一個悲情故事 這個是一個喜劇故事 是 那源於什麼呢 源於這次比賽 有人發現 爲什麽奧運游泳比賽 有救生員 會有個救生員在那裏 於是大家去找 什麽時候開始的呢 奧運游泳比賽的救生員 是在2000年的奧運之後 2000年奧運在雪梨舉行 是 而這個有救生員的原因是 這個雪梨的游泳比賽 差點浸死人 哈哈 大家聽到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奧運選手會浸死 這個故事就是一個 來自赤道紀內亞的 一個游泳運運動員 叫埃里克 那這個埃里克 為什麼會參加奧運 而參加這個游泳比賽 幾乎浸死呢 那故事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說 其實奧運就是為了 提高整體運動水平 所以當時聯合國 和國際奧運會 有些非洲國家 其實他永遠都拿不到奧運參賽資格 那我們是不是有個計劃 去給他的特殊照顧 令到他們都可以參與奧運呢 其實你一說赤道紀內亞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什麼來的 什麼地方呢 原來是非洲 非洲一個很小 很小很窮 很窮的國家 所以這個扶貧計劃 就幫到他了 其實非洲很多 這些很小很窮國家的 赤道紀內亞已經不算最窮了 最窮什麼 柵德馬利 那些窮得你不可想像的 赤道紀內亞 因為受到聯合國 和國際奧運會的照顧 就說 你們有個名額 可以參加游泳比賽 我們先講奧運的 游泳比賽規則是怎樣的 其實是很多運動員 分不同的組合比賽 最終成績在前八名的 或者前十名的 就參加決賽 所以其實這個 游泳運動員最早得到資格賽 因為國際奧運會 照顧這個赤道紀內亞 就不用他參加資格賽 總之我給你一個名額 其實這個國家很窮 他們從來都沒有想過參加奧運 政府怎麼辦呢 政府在收音機上 廣播就說 我們現在要徵集參加奧運的選手 誰來報名 這個艾利克是一個鄉下的小孩 如果你看過他的影片 看過他講話 他是一個很樸實的 一個非洲的鄉下小孩 他心裡聽到 什麼話 可以出國 很開心 對於他來說 簡直是一輩子的夢想 他跑去體育總局 報名 我報名 報名是什麼 體育總局 游泳 有多遠 我們看到是50米自由泳 我就報這個 我等待選拔 國家體育局跟他說 不用 就是你 為什麼呢 因為這麼久只有你一個人 但是這個這麼窮的國家 聽說他連泳池都沒有 那怎麼去游泳比賽呢 這個艾利克小朋友 走出體育總局 很開心之餘想想 他說不懂游泳 這個就是一個不懂游泳的人 怎麼會參加奧運故事的起源 但是阿利克不怕 他現在開始學 因為有八個月的時間 他找什麼人學呢 就找一些漁民教他 正如你剛剛所說 尺度多久 一個這麼窮的國家 是沒有錢建泳池 是 整個國家 是沒有一個標準泳池 標準泳池 通常我們說的50公尺 乘25公尺 其實以這個邏輯 這樣想 沒有泳池的話 其實懂游泳的人 根本就不多 他天氣乾寒 你每一滴水都很珍貴 這個國家怎麼會建一個 泳池 50公尺乘25公尺的泳池 給你游泳 所以漁民自然就是唯一懂游泳 可能可以教到他的人 但是漁民懂游泳的水平 是令到你下水不浸死 漁民不是靠游泳去打魚 他在船上打魚 萬一部船沉了 你可以不浸死 這是漁民的目標 所以漁民教艾利克大 的初期游泳訓練課 就是如何不被浸死 是他是啟蒙教練的意義 但是艾利克後來發覺 如果在海裡面和河裡面游泳 就有毒蛇 有鱷魚 很危險 於是他一定要找一個游泳池 終於找到那個泳池 這個泳池有多大 不如我們休息一陣 轉頭聊 轉頭見 歡迎大家回來 精炒生活起跑 善傑哥剛剛我們說 在這個隻道基內瓦 有一個年輕人叫做艾利克 那他就嗚嗚嗚嗚 就去報名 就說參加奧運 就是二千年的奧運 那當時他就是不懂游泳的 也都因為這個國家太窮 也都沒有泳池 你剛剛說到他終於找到一個泳池 可以給他練一下水 究竟那個泳池有多大 還有是什麼環境呢 他後來就找到一間當地最好的酒店 有一個泳池 這個泳池有幾長呢 13公尺 13公尺 即是我們說36英尺 但是奧運比賽的標準場地 是大約150英尺 但是也好 這個酒店畢竟有一個泳池 因為它是一個在當地最好的酒店 所以有一個泳池 那麼他跟保安商量 就說我參加奧運 你可以讓我去練一下呢 那保安都很同情 他說每天早上我給你一個小時 當那些客人要流水的時候你必須走 那麼他就在這個泳池裏面 就自學成才了這個一段時間 終於呢 雪梨奧運就開幕了 那麼這個艾利哈身上 代了多少錢呢 50磅 這個50磅 我不知道是他當地的貨幣單位 還是英鎊 總之他代了50磅 就跟四個這個尺度幾內亞的運動員 一齊去了雪梨 那麼因為他身材比較高 那麼其實他的樣子都算是幾 看下去幾順眼的 那麼他就做了這個 踢到幾內亞代表團的旗手 你看回那段視頻 他真是一個鄉下樸實的小孩 去了一個這麼大的場合 你知道雪梨是2000年奧運 是幾大場面 是啊 他真是頭都不敢抬 是兩隻眼睛 兩邊的觀眾 一直在瞎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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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 然後就去到比賽 去到比賽 他當然要去那個比賽項目那裏報名 我來了 就說查不到你的名字 你報什麼 50米自由泳比賽 沒有 不是 你報錯了 其實你國家幫你報了100米自由泳 就是100公尺自由泳 這個50米已經是比他列閘的多了四倍 然後還要來來回 或者嚇死人了 多了幾乎十倍 嚇到他 其實他見到那個泳池 是他人生第一次見到標準泳池 他說當時記者訪問他 他只有一個的這個意識 就說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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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那麼大 就是海那麼大 都不要緊 反正來都來了 比賽 他出賽那天 他居然穿著運動褲 就是長的運動褲 因為他沒有泳褲 是嗎 他根本就不知道要用泳褲比賽 他走出來的時候 有個南非教練說 喂 弟弟 你穿這些比賽 他說我沒有 我只有這條褲而已 是這樣 他連泳褲都沒有 卻之呢 那個南非教練就好心 在其他人手上 借了一條泳褲給他 所以你看回那段片 他的泳褲明顯是大了一馬 我真的很害怕他跳下去 那一下泳褲會跑出來 好了 去到正式小組比賽 他左右三個人 那本來是三個人比賽 其實小組賽沒有什麼所謂 計成績沒有什麼名視可言的 誰知道另外那兩個選手 比他更緊張 就發令槍微響 先跳下去 就是偷步 偷步 那便取消資格 並且偷兩次 變成整場就只有他一個 即那組只有他一個在那裡游 其實當時他很害怕很害怕 為什麼呢 他去到奧運 他才知道原來自由泳褲 有一個技術動作 是 叫做換氣 如果懂得游泳的朋友都知道 自由泳褲 你的頭向一側 那時候就吸氣 然後轉過來就呼氣 換氣就可以游得很順暢 他不會 那怎麼辦 那他怎麼游啊 那他就在場邊就等那些運動員 即游泳運動員 他就問人家 你可不可以教我換氣嗎 不是 首先他不會換氣 他怎麼休息 怎麼游呢 你知道什麼叫狗袍嗎 狗仔式 狗仔式 我知道 狗仔式游泳 你的頭不浸下去 你見狗仔游泳的頭 是昂起身的 不浸下去的 是不浸下去的 所以他去到明天比賽 他才學 他怎麼學呢 就攔著一些運動員 你教我 他攔著一個很高大的運動員 是 他說我想學一下 自由泳怎樣換氣 因為他是非洲裔人 是 所以那個運動員 就以為他是保安 是 然後跟他講一些技術 要領之後 那個運動員就說 不好意思 我明天要比賽 你下班之後自己練 是 那個艾尼克說 我明天都比賽 那個運動員是誰 澳大利亞最出名的 游名運動員 索普 是 索普說 你又有 你又比賽 我明天參加100米自由泳比賽 艾尼克說 我也是 但他的問題 他連換氣都不會問我 怎樣換氣的時候 這個索普 不是覺得很奇怪 你連換氣都不會怎麼游 索普 根本覺得不可思議 是 不信 所以第二天比賽 索普是很關注他 好了 我們剛才說明天比賽 有兩個同組運動員 就先跳下去 變成一個表演 發令槍響 他跳下去 是 他一輩子連了50公尺的距離 回頭那一刻死了 不夠氣 他第一 他頭天才問索普 那個換氣要令 你看他整個過程 有時候他側頭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他不可能的 他之前一天先用口問人家 他連自己試都未試 我看了那段視頻 他大概有三四次是側頭的時候 是吸氣的 但大部分 好像狗仔那樣 是側頭來游 游到最後的25公尺的時候 他幾乎要浸死 因為他已經沒有力 難怪今時今日 為什麼會有這個救生員在旁邊 所以你知道 當時他一開始跳下水游的時候 因為你的長廠 計分牌一邊計 他游了多久的時間 全場觀眾笑到爬了在那裡 即是太慢了 所以他有個外號叫做鰻魚 鰻魚 游泳 不是經常有什麼飛魚 他叫鰻魚 因為他日後很慢 但是到最後最後25公尺的時候 全場觀眾醒不過你 原來他是不會游泳 不懂游泳 而你堅持參加奧運 那就不同了 所以索普就說 索普旁邊就說 這些就是奧運精神 是 所以全場鼓掌和他加油 你看回那段視頻 即是現在我們回頭是很好笑 他後來是掙扎著爬了去岸那裡 是 後來他自己說 他第一個反應就說 我終於活下來了 即是終於沒有浸死了 他想浸死了 可能 你看他最後25公尺 他人基本上是不向前去的 是去了很慢很慢 所以他游完這100公尺的治候榮 是用了將近兩分鐘的時間 他刷新了紀錄 奧運紀錄最慢 奧運最慢紀錄 奧運有史以來最慢紀錄 全場掌聲 那這個艾利克爬上岸之後 他已經是好像一個 全身都已經是散了 是當然了 他用盡他所有的力 所以他就回了酒店 就睡覺了 睡到翌日的12點才起床 一打開電視他就嚇唬了 當時的雪梨的所有的電視節目裡面 都在講他 他第一反應就是 我昨天做錯事嗎 但是他走出街 很多人說 樹的手指弓給他 給他掌聲 他突然醒悟自己 原來紅了 一舉成名 是 所以索普的奧大利亞游泳隊 對他真的很敬重 就是覺得一個非洲來的 從來不懂得游泳的人 為了體驗奧運 為了走出來看這個世界有多大 可以用這樣的努力 可以用這樣的毅力 令到自己在奧運 展示了自己的努力過的成果 所以奧大利亞隊就 請他在整個雪梨 吃 旅遊 帶他上大橋的頂上觀光 終於他獲得了一個成功 就是他被全世界認可了他的努力 不單止這樣 後來真的像他所說的 我紅了 因為連一些運動著名品牌的廠商都找他拍廣告 其實他在雪梨運動會紅了之後 當時他所用過的這個物品已經拿來拍賣了 好厲害 立刻真的紅了 那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說一下艾利克 後續故事吧 好 待會見 歡迎大家回到精彩生活起跑線 我們剛剛說到 赤道紀內亞的選手艾利克 在2000年奧運的時候 是不懂得游泳的 但是後來也因為他的體育精神 大家都很景仰他 也有廠商找他拍廣告 之後他有沒有努力再去練習 下一屆奧運再去參加呢 首先呢 雪梨運動會奧運會出名之後 立刻就拍賣他的物品 他用那個那個 游泳那個鏡 拍賣了4000多美金 哇哈哈 那其實這個是 那個鏡我想可能價值幾十元美金左右 那只不過大家對這種精神的一種鼓勵 艾利克值得我們去講的 不單只是他的奧運精神 不單只是他對自己所期望的目標的努力 是 其實他紅了之後 他賺到錢之後 他沒有因此而去過一些奢華的生活 因為4000多美金 在赤道基良額其實可以過好奢華的生活 他將這些錢用回去 投資在他自己的國家 有名項目裡面 那麼他也都在赤道基良額搞運動隊 他自己做教練 那麼他自己也都找專業教練去訓練他自己 所以四年之後 就是2004年他有沒有參加奧運呢 有 他是報了名 2004年是雅典奧運 是 不過他沒有去射 為什麼呢 因為當地的政府 以他的護照相違規這個理由 就開除了他的瓜隊資格 那麼其實他很清楚 為什麼當地政府不給他呢 因為在當地政府來看 你游泳項目是一個很浪費錢的項目 因為你要有國家隊的話 你要起碼搞個標準泳池 對於赤道基良額來說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開支 你說去那裡也水都沒有滴的 非洲乾旱的 是啊 還要搞一個泳池也挺難 你知道要搞一個泳池 不是說要畫一個坑 放一些水 那麼簡單的 你要保持這個泳池裡面的水的乾淨 需要電等等很多資源都需要的 但是阿里克他沒有放棄 嗯 他不斷地提高自己的這個游泳的成績 之前我們說了 他游100公尺幾乎是兩分鐘 接近兩分鐘 兩分鐘幾分鐘 兩分鐘幾分鐘 那麼後來他去2004年的時候 是 他已經是去到59秒了 就是游這麼遠 就是他當時 有進步 就是他已經懂得換氣啊 懂怎樣扶水啊 有進步有進步 就是他是一個標準的運動員 成績好不一回事 嗯 去到2006年呢 他的成績已經提高到53秒 嘩好厲害啊 53秒其實都是有幾好成績啦 但是後來呢 在這個屠塞爾多夫的游泳比賽上呢 他這個100米的成績呢 去到52.18秒 嘩 知不知這個意味了什麼 什麼呢 1968年的奧運冠軍就是這個成績了 嘩這麼厲害 是的 雖然是這個時空不同 但是阿里克其實他一直沒有放棄到 在這方面他努力 那終於呢 他令到他的國家在這方面有很大改變 赤道幾兩亞呢 就有了兩個標準名詞 嘩 那即是他的努力 令到這個國家有所轉變 在這方面轉變了 後來赤道幾兩亞再參加奧運呢 代表團裡面都有游泳運動員這個項目 所以這個阿里克的體育精神就是這樣 他是一個有理想的人 雖然要達到這個理想 他知道要付出很大代價 雖然他原來根本就不懂得游泳 他最早出發點就是我要出國題題 一個機會 我覺得這是一種上進心 我經常都說如果人沒有慾望 就是一無是處的 你沒有上進的慾望 你永遠就不會進步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故事 在人生裡面是一個很勵志的故事 很多人我想 尤其是那些可能生活比較好的 家庭環境的小朋友 沒有什麼需要自己去 向上的動力 是的 我覺得這個故事 其實可以給一些年輕人 小朋友 作為一個借鏡 在他們的人生的路上 可以真的令他們去發奮 為自己的生活 未來的生活 怎樣去設立一個目標 看艾利克這個故事 我一邊笑到趴在桌子上 我一開始想 為什麼沒有人拍出喜劇電影呢 又可以來自一個喜劇 真的很好 這個故事 你看整個過程 簡直是腐乳到不得了 是不是網上可以找到他的故事 可以 其實你打赤道幾兩亞 艾利克網上有很多他的故事 他是一個曾經在現在 每到奧運 大家都會想起曾經的艾利克 在2000年奧運 他所發生的故事 大家看到這個游泳比賽場 哪有救生員 大家都會想起艾利克 他為奧運作出的改變 其實我覺得在運動場上 除了運動員 需要有體育精神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球證 裁判 他們的態度 也都應該有一定的禮貌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發現有一場比賽 一個排球比賽 其中 你知道有時候球員 就覺得裁判可能是判得不對 會走過去跟他們說兩句 其實是這樣的 我覺得人的禮貌 應該是看著別人說話 但我在那場比賽中 看到那個球證 是看都不看 你都不理 那個球員 那個球員自己又自己說 我覺得 就算他對不對都好 我覺得基本禮貌 你需要看著那個人的眼睛說話 我相信這些球證都比較少 其實運動員在比賽當中 挑戰一些裁判的裁決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現在 但是裁判其實都是人來的 裁判都有自己的個性 或者他的缺點 或者有事甚至有些裁判被人收買 這次奧運 其實我可以看到 關於裁判打分這件事 當有些人喜歡某個運動員 這個運動員輸了之後 大家就會提出很多這個挑戰出來 譬如說 中國體育運動員 和日本的體育運動員 在這個比賽當中 日本拿到金牌 那如果 你就這樣看他的比賽過程 你就見仁見識了 有些人覺得 日本的運動員表現得好些 有些人覺得 中國的運動員表現得好些 但是 很多中國人 特別中國內地的民眾 當然覺得 中國運動員表現得好 中國囊括了奧運會 所有的金牌 他們才滿意 這是可以理解的心情 但是 如果從一個 體熱鬧的角度 去挑戰這個裁判的專業水平 其實會引起軒然大波 因為中國太多的網民 去攻擊這個裁判 這個裁判 非常之不湊巧的 是一個印度人 中印之間 現在有很多很多矛盾 所以大家去挑戰他 好了 逼到這個國際體操協會 要將兩個人的表現 整個所有打分的細節 全部都公佈出來 譬如說 我印象最深的一個例子 中國運動員 你知道那些體操 打兩條關頭落地 很重視就是 你的腳有沒有站得穩 幾乎所有人都站不穩 好了 中國運動員 就側了一下 腳 就側了一下 就站了界外 日本體操運動員 也都側了一下 不過區別就是幾乎抹一字 站在界外 所以那些人就說 為什麼兩個扣同樣的分 所以變成 國際體操協會公佈 我們的評分標準是 兩隻腳都出界 扣0.3分 你只有一隻腳出界 總之我不管你是怎樣出界 哪怕你抹一字出界 總之你一隻腳在界外 一隻腳在界內 扣0.1分 其實他的比分是有一個標準的 是的 老實說 我們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比賽一定會有勝負 但是這種勝負 是不是大家應該用平常心去看 對裁判不要先有為主 因為你是哪個族裔 所以你一定幫哪個人 現在我們常說政治 美日引澳四個同盟對付中國 你遇到這個印度的裁判 你就說他偏 美日引澳 另外那幾個國家呢 凡是他做裁判 你都覺得不滿意 其實我覺得留言這家事 我就真的不是太主張了 剛剛你這樣說 那些人留言去罵那個裁判 另外我亦都見到香港劍擊手 這個張家朗拿冠軍 我想也是震撼了整個香港 但是原來他頒獎的時候 有小插曲 就是意大利選手 不小心拿那個公仔 原來那個公仔是有金銀銅的 拿錯了他的那個公仔 那很多香港人就去這個 意大利選手的社交媒體那裏留言 罵爆他 就說叫他還一個公仔 那反而張家朗呢 當時也沒有即時說 喂你給我一個公仔 就是他覺得他是 真的不小心拿錯 那他很大方也有體育精神的 就是沒有在獎牌 這個叫什麼 領獎台那裏 叫他你拿錯了馬上還給我 沒有 但是反而是 有一些人呢 是去他的社交媒體那裏 就說哇你是故意拿錯的 你還給他 那我就覺得沒有必要了 就是這些叫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 真的實在沒有必要 但是無論如何 我覺得體育精神是非常之重要 除了是體育項目之外 其實我們做人都是 很多事情都真的要有一些體育精神 要有器量 是的 好那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休息一個小時之後 在11點鐘 GM看世界再和大家見面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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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